所有的观众球迷朋友问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LCDA中式酒球类排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主持人Jimmy 那么在这里呢代表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有的赛事的 所有的赛事做出贡献的人 小时所有的来宾朋友 所有的球迷朋友表示一声感谢 欢迎你们的到来 好那么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三个比赛日 也就是我们本战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最最精彩最最激烈 最最耐人观看的这样一个 非常激动人心的比赛日 三个选手呢 他们整周耐发 他们即将通过最后一天四十几的比赛 来决出第四战的比赛的位主投赛 究竟是华洛雪茄 好那么此刻呢 在我们成员入场之前 有请我们三位漂亮的名字 毕竟持有他们的神兵位置入场 好首先第一位挑战的摩托使用的 是孟晚宇的皮尔利无极品牌的球竿 无极呢是皮尔利目前最高端的打竿 前肢采用北美莱克轴顶级的风路 布料经过恒温恒压 长达五年的自然脱水出力 木性稳定韧度和硬度都达到最佳的势比 机球的片面非常的小 那也是整个皮尔利系列当中最高端的一款 就相当于是我们汽车界的宝马上一个地位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位挑战的摩托使用的是呢 与塑克选手李延持有的梅斯禅师系列的球竿 那这款小球竿呢是全手工制作 采用的是美美顶级的白纳布 这款球竿工艺相当的精美 球竿后把采用珍贵的黑马木制成 美观大方 气质自成 这款球竿的最大特点呢 是在美美顶级白纳布保证打赶的机球上 或把具有东方古运的精美雕刻 镶嵌的也是采用金丝难路等名贵的物材 非常的别致典雅 是我们做个全球理研获得很多好成绩的一个法宝 好现在来第三位模特手中持有的是我们本战比赛的 类主守卫者王大双所持有的比尔滴全木三代球竿 全木三代呢是比尔滴全木系列最新上市的球竿 后把采用名贵的黑盘木和鸟眼峰木 前时采用美美金谷的峰木 不知几时传利好 雕刻工艺也是相当的复杂 鱼木的相线金丝难木 蛇文木 闪电木 黄花林等非常珍贵的物材 工艺精美系也被本毛纹尖牙的传利工厚 新型的这样一个前肢追度进行了提升和改版 硬度更高 文艺性更强 也更加的适合打 中式抬手 好了 介绍完来的三队选手的直冰丽 我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三队选手伊斯莱路上 首先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来自黑龙江的 实力汉校的全国冠军 孟凡玉有请 我们在第二天的比赛当中发挥相当的出色 打出了点时成绩这样的精彩的表现 以及打击一小心啊 在自己一度66分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将比分来到了第一位115分摇摇来领先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来自于同样是黑龙江的实力选手 李延有请 李延突然来自于黑龙江92年出生了成高马大 他在排球的赛场上非常的具有实力 而且在特殊的球形当中也是具有自己足道的一团领 程度非常好 进攻相当的犀利 好 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对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本战比赛的类似 让我们有请王大胸有请 大胸在第一天的比赛结束最后是140多分的摇摇领先 但是在第二天的比赛当中遇到了孟凡宇的顽强阻企 这比分依然是100分以上 但同样是非常具有的真冠实力 手类的可能性也相当的高 那么今天三类选手的分比是79分106分和115分 没有太大的实力差距 没有太大的比分差距 今天的全面非常的大 也是很期待我们三类选手继续精彩的发挥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战比赛进行实财的两位裁判 国家精彩的黄洋以及国家一级裁判刘超 有请 两位非常具有精烈的裁判 也能够给我们比赛来最强的公正的执法 好了 那么此刻请我们所有的观众球员 台湾包就会准备 有请两位裁判就位执法 比赛开始 available 好吃 好了 包包 fácil 可以 对 �� 大 意 对 相 fat 다� Dow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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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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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结果是 其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上带 他这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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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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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有机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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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险 嗯 感谢观看 看 现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嗯 有机会 已经抽奖 第一轮的抽奖的礼品呢 还是我们皮尔利系列的一些个明星配件 来大家皮尔利三个字走起来 咱们给大家这一轮抽奖的奖品呢 是我们的皮尔利的巧克粉的套装 两颗的 这个巧克粉呢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怎么说上皮头啊 比较上粉耐用 擦一下 你不用说每次打球的时候都擦 擦一下 顶过去五下 一片顶过去五片 有了皮尔利巧克粉 再也不怕脱肝了 东北话说再不怕吐鲁肝了 好 我们来倒数十个数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好 恭喜这位太阳的梦 十三级的球友啊 没事 多说说话啊 咱们直播间也这么多人说话的人还不是特别多啊 恭喜这位太阳的梦 这位太阳的梦 侦德 高 可 对 识 怎么 我在前识 我个人 都是 很少 约 哎我那个截图之前的截图了哪去了 我在桌面上截图了 都没了呢 昨天是用的这电脑过 桌面的截图咋没了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观看 你跟拉杆箱拉杆箱肯定还有啊不要着急今天肯定还会抽还有机会 你这么说我根本 主播求露脸呢 那么想看我吗 这是不是什么固定的那个弹幕模式啊 这个露脸现在有点屏幕有点挡我呀 来给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皮尔利的这个巧克粉啊 就是今天咱们刚才要抽出来的这个奖品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太阳的梦啊 看一下直播公告里边有领奖的方式发送你的地址电话姓名 以及直播间ID的截图到财修微视角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对讲啊 大家如果有成都的朋友想买器材的话也可以找咱们这个刚才露脸的这位成都的器材商 可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一个优惠 不要想要球杆 性色 截图就是证明你是太阳的梦 对 很多奖品啊 包括这个 这个皮尔利的毛巾是咱们第一天抽出来的 包括这个皮尔利的这个鹰眼的皮头 还有这个球杆的深层清洁粉 大家非常期待的那个宝马 这个拉杆箱 哎呀 就这个拉杆箱 大家非常喜欢的 这个是有个宝马的这样一个logo mini的这个logo 很多的礼品啊是有带给大家 所以大家请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对点时成金就是抽球杆 我现在是离麦克稍微有点远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送出的这个球杆 皮尔利的球杆 这个就是我们要送出的这个球杆 皮尔利的球杆 我乱弹琴 嗯 乱弹琴 咱们今天一段广告啊 比赛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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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下期再见 你 我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我们回到比赛 李延的开球 有球进 看一下连接球方面 这个二号球保镜很厉害 而且三号球较到 但是四号球呢 是半贴库的一个状态 比较难 前前还来了现场 哪个是你 这个角度还不错啊 哇 很准啊 看白球 意思是在准度和白球的落位上啊 两点没有办法兼得 看这该有没有机会来通过擦五号的边 把九号球带尽呢 嗯 没有能够成功 很遗憾 错失了这一次的大金的机会 嗯 白玉使用的是一个皮尔利无极品牌的球杆 目前是皮尔利系列里面最贵的最高端的 漂亮 这两根连续的准度啊 孟凡宇一直在走位上面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主要是自己的准度 看这一盘球打下之后孟凡宇再次有开球的机会 这几盘球其实几位选手的开球情况都不错 起码有了那么多点时成金的机会 就证明这几个人的开球现在是相当不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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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局进了11局 大金方面呢 王大双和孟凡宇各有两次大金 李延有一次 但是孟凡宇有三次的点时成金 合计呢 孟凡宇其实有五干大金 这几个拿牌子的大姐太洋气了 这女模特也太磕声了 这东北人啊 我也对这几次的这个模特颜值不太满意啊 这中间那个还凑会儿 现场看还可以 主播在啊不在谁说话呢 看钻过来 哎呦 这个干法有点炫酷啊 我能去天津总部领降吗 可以 那还说啥呢 上天津总部省着的给你寄了 哎呦 就真不太想看他正脸 抽你抽你啊 你来吧 你来先让我抽你 还有这种要求 嗯 来我满足你 找哪个部门 找广告部 找陈云 刚才那个模特冲我笑 喜欢你呗 好 看这个 李延的开球 哎 哦 哇 好险啊 这个一号球好拳进了这个跟随一号进了 不是 这个白球好拳跟一号进了同一个中带 还好这个四号球在后边踹了一脚啊 他这局面现在有着灰藏灰藏的复杂啊 最近没上《非诚勿扰》啊 你以为《非诚勿扰》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可以没事就上一下啊 李延这开球开的也是很神奇啊 把这六个球给开到一块去了 却很少见能开出这种球形来 什么情况 犯规了啊 这是开球还是开会 这是开球还是开会 哈哈 追分的规则呢 是不允许拿自由球来传九的啊 所以刚才即便是有二传九的机会 是没法传 只能先把二号球打进 再琢磨用其他的球传 再看啊 现在有没有就是说把这个三号球翻走 然后用白球 把这个来个七九碰 哎 是这个思路啊 漂亮 最后还是用四号球 好像啊 把这个九号球给带进了 打球有瘾 一打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还要有瘾吗 现在这些台球爱好者 打一个一天两天三十几个小时很正常 之前采访李明文 李赫文的时候 就说他曾经连续打过四天啊 四天三夜 连着打 我男票昨天打了十三个小时 今早才回来 很正常 太正常了 成都的消费还是挺高的啊 我看一个比较一般的球房都四十多块钱一个小时 跟北京差不多了 小梦的这个开球 没有球进 但是一号球被吊住了 哎 运气啊 刚一号球线有没有下游 下游可能要包大金啊 这边 刚看完你的飞 好看不 嗯 一号球有下 看看三号球啊 哎 看 梦凯宇在看这个三号球中带有没有 没有的话可以选择翻对面中带 表现不错呀 感觉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包大金球奖 抽啊 大锦了能不抽奖 白球不要摔带就好啊 哎呦 看着害怕呀 刚才 追的是李延 那刚才这个李延让的这个孟凡宇 如果孟凡宇打完的话 这是什么李延包大金 必须是四号 对 有下啊 其实有下 哎 那这盘球真有可能包大金啊 各位朋友们 包大金我们就是抽奖 走进来 哎 这个叫味啊 干法不是不够低啊 还有的打 白球横台一酷之后六号叫到 这盘球大金面 这盘球是孟凡宇的开球 吧 孟凡宇的开球 哦 不是包大金吧 这盘 有点吸错了 是不是孟凡宇开球 然后 哎 是包大金应该 孟凡宇开球 然后一号球没有下 李延让他打 对不对 是包大金啊 好 恭喜孟凡宇是完成了一干 包大金的一个表现啊 这样的话 李延要扣除十分 孟凡宇加上一百 加上之后一百三十五分 那双的分数是没有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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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说我得挑你两句了 你要挑个啥呀 我听一听 孟凡宇的开球啊 看这一盘球开球局面怎么样 对又可以抽奖了 进球了 看看一号球 不理想了 就是你赢了的话就是自己计分牌上多少分就是多少奖金 但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下一站留在这里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理论上这个奖金是无限的 哎 哎 翻进啊 哇 孟凡宇又有机会来继续来金啊 二号球三号球都在带口 我就怕他电视撑起来 一点 哎呦 这是来一个极限干法 哇 白球别玩 哎呀 这球啊 这球啊 真是 这个低干有点太犀利了 自己都笑了啊 直接是一个花式台球干法啊 白球摔了右上角的底带 上次中的小口粉都用完了 靠中奖打球里有个朋友啊 很可惜啊 这么一个好的大金面没有把握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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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赛是直播啊 各位观众朋友们直播 那球怎么那么强烈的效果 那把那个干头的立起来了 你想想 你看打华士台球 需要那种极限干法的 都是得把球杆啊 垂直于这个球台 效果就会比较强烈 哎呦 这点盐啊 总是在这个准度上问题不大 干法上总给你出问题 心疼 这是在成都 苍州的比赛也是正在进行啊 但是进行的是 外围赛 皮尔利 为中式台球而生 好 他说呢 开球现在 不好 开球的这成功率开始下降了 咱们 孟凡宇这个准度上来了 这个一号球远台射进 三五可以传球 顶了一下六 问题不是特别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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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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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fitting 我是听戴勇他们经常说这个词 辽宁这边没有这个词 谢谢大家 好 这局大双尸 虽然是开球没有球进 他仍然拿下自己的一个开球局 下一盘球仍然是大双的开球的局数 我们在局间呢 也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数据啊 在66比100比134 进到了95局 在开球成功率方面呢 里言是46% 大双是58.82% 现在开球成功率 孟凡羽已经是跃居到第一位 59.46% 成功完成了三杆的点湿成金 三杆大金 有了八次犯规 而大双呢 是有两次大金 十次犯规 里言呢 是有一次大金 九次犯规 这次比赛的带口啊 是比较偏小的 老铁们 鹅蛋走一波 我走不动了 走不动可以充值 能不能请一些世界九球大咖 会的 会的 年末的时候 正在酝酿啊 酝酿一个所有类主 加上一些国际大咖的 这么一个顶级赛事 翻带两回 哎呦 等一个金花四剑就这么难啊 但这是比赛 他们在业余就是业余时间啊 平时在跟这个私下较量的时候 这个大金出的感觉比比赛里边还要多 嗯 这个传球不太理想 二号球是粘住了九号 还没出黄金万两 没有黄金万两啊 只有点时成金 这是台球会的那个追分的比赛 有黄金万两啊 黄金万两的那个制度呢 跟比赛的结果没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这个点时成金呢 对比赛的结果影响是相当的大 除了非常 除了杨帆里赫文 那个叫续航 外号叫贝贝 原来是在北京的一个有名的球手 后来在双折当副总经理 是我原来在双折的同事 哎 差点八号球混进了左边的中带 这几盘球啊 没有出现一个金的可能 相对来说显得有一点沉闷 不是啊 黄金万两是那个指那个 是台球会的比赛啊 是在那个打九号球的时候 是跳进翻进啊 勾进啊 是吧 用非正常的方式打进 然后会额外奖励一千块钱 就是所以说对比赛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反而其实对比赛会可能有一个 嗯 对于能打出大金的选手来说 是可能是一种阻碍啊 其实戴勇有一次就是啊 明明可以打出大金 然后就为了追求这一千块钱 结果一个带口的九号球 他选择去勾 然后结果没勾进 对于能打出大金的选手 这个角度啊 看看是不是要带一下八号 没带啊 没带这个球就难了 嗯 果然是没打进 李延 今天这个白球啊 就是不听话 怎么打他也不听话 你这样啊 看大双有没有一个吃饼的机会 哈哈 九号球员 不给面子啊 停在了哭边 哇 漂亮 大双这个翻底带很漂亮 97局比赛结束 王大双完成了一个9号球的翻底带 非常的准确 现在比分是来到109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双这一次的9开球啊 差点把9号球开进啊 差点就完成一个黄金酒 非常遗憾啊 没有开进 但是而且这个白球还被8号球给挡住 哎 又掉住了 这个球有可能来跳进了 有跳进的概率啊 看这个球 真希望以后全世界主流赛事都打中八中九 干掉美酒 嗯 跳薄了 其实美式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但是明显现在从这个观众的观看的人数来看 美式就是在很严重的一个衰落 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美式的 就感觉你进球难度小了 白球的这种花样啊 才会多 进球的方式才会多 这个球看起来才精彩 那就很多球都集中在这个进球上 可能有的时候呢 也会让比赛变得比较乏味 所以大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喜欢追捧一些小带口就好 是不是 我其实从比赛观赏性角度上来讲 其实带口大一点 对比赛的这个精彩程度肯定会更高一些啊 好 终于是 哎呦 这个球运气好了啊 这个不仅仅是进一个球 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啊 现在是可以一传九了 不懂足球的人都盼着多进球 懂足球的人就不希望进球 就喜欢看防守 嗯 没问题啊 这样的话又是包了一个小金啊 李延啊 刚包了一个大金又包了一个小金 马哥请说河南话 聊啥呢 聊彩球呢 准夹 女人现在分数是有点危险啊 're famous aber 应该不会被扣完啊 扣完100分就下去了啊 哎 开球是有球近 但一号球啊 和白球远隔千山万水 还隔着一颗五号球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白球和一号球 中间隔着一颗球 嗯? 这杆扎杆 有点偏的有点多啊 效果跟想象中差很多 路费住宿什么都给报 好 立岩继续来需要一杆准路 回头钟代有吗 没有 有点不是特别认真了啊 这个六号球打的 即便进了白球也没到位 嗯 孟凡宇这个 很有难度的六号球也没有打进 大双现在也没机会 李延还是有机会来上场啊 看看这杆球 嗯 哼 啊 难度稀微大啊 这个球非常的直 只能抬高杆尾来下低杆 哇 这杆已经很接近了 看看有没有运气 没有 已经很接近了 我们关于这杆 毕竟是一个贴裤的球啊 抬高杆尾来下低杆 这么远的距离 非常的难啊 哇 这六号球三个选手啊 轮流来 这个挑战 每个人两次机会 每个人两次机会 仍然是很倔强的停在一个不好打的位置 厚了 哎 这杆六号球终于是留机会了 孟凡宇可以轻松的拿下这一盘球 低杆缩回来 九号球 右侧的中带 孟凡宇是迎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开球的机会 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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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比114比50 李延的这个分数啊 是掉的非常快 包了一个大金 包了一个小金 这又被追了一下 等于是连着失了19分 从69一下变成50 开球有没有囚禁啊 二号球落点不太理想 谢谢我真是把他又点了 还好没点啊 谢谢大家 换不过人哪怕换一个牛的也行 这王大双和孟凡宇都挺牛的呀 都是拿过全国冠军的 哎呦 这个传球没传进不应该了 错失了大金的机会啊 小梦 你看李延这个母球今天是怎么了 这是 越打越不听话啊 翻底带 没有翻进 心劲感觉已经点 不在了 广告声音太大呀 现在有广告吗 现在有广告吗 我局间才有吗 我大哥赵海洋 我的天啊 我现在也没有人家啊 我不是打脸的以后 没有人家啊 多讲讲中式酒球的规划呗 能不能比乔治大师在火 能不能比大师在火 就看大家的这个观众的热情 哎呦 这运气啊 这好 嗯 薄了 不太在状态啊 好 一百局结束了 咱们再次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 那进入了休息时间 大家非常喜欢的抽奖环节也要来了 好了 咱们这一次打出一个 打出一个什么呢 我们来一个 拉杆箱啊 行 就听你的来一个拉杆箱 大家打出成都保元航 五个字啊 咱们给大家抽一个宝马的拉杆箱 我发现成都人都是掌门特别大 一眼不合 苍蝇甲的一嗓子 好 我们打出成都保元航五个字 给大家抽取一个来自于宝马品牌 mini系列的一个拉杆箱 应该21寸啊 可以登机的这种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一言不合 主播就要出镜了 之前有给大家展示过啊 这个21寸的拉杆箱 所以这个显示器有点挡住啊 非常漂亮啊 我就不给大家拉开看一下那个结构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拉杆箱 后边的这个i8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我即将要买的一台车 还差190还差190多万啊 再攒190万我就购买这个车了 好了我们来倒数十个数啊 十九八七六 我得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给调出来啊 十九八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哎呀 很遗憾又不是我们的这个 前二妞啊 江山背景 恭喜这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这次抽出的 宝马品牌的迷你拉杆箱 也感谢成都保元行的一个大例子赞助啊 大家如果是成都的朋友想买宝马汽车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成都保元行来选购自己亲爱的车啊 像我们后边的这个 i8 i8 是吧 来一个 好 我们回到直播间啊看看后面的这个i8大家喜不喜欢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我好难过上面就七个人 前二妞整个这一片里都没有你啊 我特意看了一下 对啊 成都 自己在成都的街头走就唱 那个歌怎么唱他咱咱咱来的啊 咱们你这我就在街头走一走 嗚呜喔!喔!喔! 说话声音太小啊 大一点声 这个 。这样声大没? 再抽一次 怎么那么抽 没有那么多奖品 对不对 中奖的朋友看一下直播公告 里面有具体的领奖方式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 台球微视角 可以来参与我们的领奖 发送你的地址电话姓名 以及直播间ID的截图 到台球微视角的微信公众账号 我们就可以来参与对奖了 突然这个歌曲的旋律 怎么就不在我脑子里了 对啊抽完了 不过还有抽奖的机会啊 后面如果谁再出现大金 或者是点石成金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就可以来继续来抽奖 现场的这个灯光有点不太给力啊 比较暗 他的发型不对 他发的形式不对 他发的啥形式啊 不是单纯五个字吗 有点标点符号也行啊 只要不打错别字就可以 直到所有的灯都灭了 还在瞎溜的 你说的是我参加《非诚勿扰》的时候吗 这个比赛之后呢 我们马上会来到苍州 来进行中式台球公开赛的 继续的直播 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我还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式台球公开赛的一个比赛啊 落胆阵来 台球这类的不缺 球杆有人送 你很大牌哦 比赛还有最后的20局了啊 比分差距现在依然不是很大 所以悬念还是很强 咱们如果出现点湿成金成功的话 就给大家抽球杆 如果正常大金的话就抽取我们各种各样的品牌的一个产品哈 下一个抽奖的产品是我们的古惑仔酒 喜欢喝酒的朋友是有福音了 比赛还有最后20局啊 咱们回到比赛现场吧 三位球员都回来了 对啊 还有20局 我后天飞 一号走 看这次的开球有球进 一号球有下 二号球有点贴酷 二号跟三号的连接不好连接啊 这盘点不了了 伶俩的 administrer 你一点点的韧仔 它atera 以后 你一点点儿 有点 cer 我起来看看ëlr 看看白球落点走 漂亮 现在是需要一杆细位啊 3号球需要一杆细位 三号球需要一杆细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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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没问题 现在是要来两颗星登出来 来叫球台上方的四号球 角度稍稍有点大 单球第二库啊 吃库的位置比较关键 就是他比划的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过中带 过中带之后力度啊 不能太大 有点重了 看看白球 力量稍微重了一些 看这杆球从这个下方两颗球的中间空隙钻出来 给一个全景了 大哥 好的 没问题 大金要来了 朋友们 抽奖的机会 也随之会出现啊 朋友们为孟凡宇来亲 这个祈祷一下啊 看看这最后的三颗球能不能完成 这次如果完成大金的话 我们将为大家抽取一箱 古货载酒 让友情更友情啊 这个球啊 出问题了 这个九号球出 应该是 比较有难度了 看看这一杆九号球的宝球 大金的一个九号球 漂亮 没问题 孟凡宇是顶住压力啊 完成了这一盘大金的一个表现 为大家创造了一箱九的一个福利啊 恭喜大家 也恭喜孟凡宇 孟凡宇现在是拿下一杆大金 比分继续来领先 领跑 目前出现三杆点时成金啊 都是来自于孟凡宇 大家先收拾 看一下我 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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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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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错了 这一天 这一次厂下技术 积分的老师 还是我们成都一个当地很有名的选手 叫于涛 为了能积分更加的准确 也是邀请了一名职业球手来进行积分 那人啊 海洋老师话说 人工作就一定会有问题 理解一下 从二开始打肯定不算金 还薄很多 这球 可以了一下四号球 那现在这个二号球留下了一个比较远的一个位置 白球摔带了 脸这么打越走越远了 对 鱼桃是东北的 但是现在常驻是在成都 白球 白球 把七号球给K死了 这球可以考虑来带一下七号 没带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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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球很准啊 漂亮 孟凡宇第一个球冠冠军 赢的就是于涛 是吗 弹幕颜色还要钱啊 好球 每发一条带颜色的弹幕都是在消费啊 这开玩笑 好 现在是孟凡宇的9号球打进 没有问题 现在孟凡宇已经是来到了149分的一个领先优势 追的是李延 那么李延现在分数已经掉到40分以下了 38分 有彩色弹幕卡不要写 这一天 你那不是彩色的 只有你自己看是彩色的 人家那个是所有人看都是彩色的 看孟凡宇的开球 不是太理想啊 一号球贴裤了 9号球 4号球 全都是贴裤球 有没有运气 有没有运气 李延啊 抓紧机会拿一些分数啊 要不然的话 这五局再结束的话就没有悬念了 嗯 还是打不进啊 现在这个分数啊 三个人在打 李延想要拿到类主的位置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还剩下15需求 杆杆楼点湿成金 那还行 嗯 这个也是实际上不太可能存在的 现在落后了100分 100多分了 五干点湿成金可以拿到100分 嗯 他现在李延除非是拿五干点湿成金 自己可以来到138 孟凡宇也降到100分以下 是吧 大双想守住自己的类主位置呢 现在也是需要抓紧时间来打出金花四箭啊 不是点湿成金也得起码得是大金 要不然也是没啥戏 36分的落后 哎 没有运气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结果呢 还是比较公平的啊 孟凡宇这个敢打敢冲啊 遇到局面真的就开启点湿成金 即便失败也不畏惧啊 这个 这个尽头是值得奖励的 所以他得冠军呢 我觉得也是 哎 正常 大双感觉整个比赛这三天啊 这个惊人头啊 都不太够 整个状态没打出来 你看上一战比赛打了14干大金 这次比赛只有一干 这个状态差距啊 有点过于大了啊 过于大了 好 大双现在是有两干点湿成金 啊不 有两干大金 孟凡宇是有七干 现在加一块啊 一干七干大金 包括三干的点湿成金 刚才孟又点了一干 但是没成功啊 好 现在观众也是给李妍一些这个鼓励的掌声啊 看看李妍这一次的开球能不能扭转一下这个自己被动的局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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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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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最近这十局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场 第一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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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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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咱们稍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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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